美国国防部22号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 这是自2019年以来 美国防部对该地区战略的首次更新 该战略声称将扩大美国在北极地区的 军备能力和监视活动 这份长达18页的报告将北极描述为 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报告总体上指出 美国国防部力图加大对高科技传感器 雷达系统和一系列军事装备的投入 以确保北极不会成为所谓的战略盲点 报告还强调了 美国与加拿大等一些北约盟友 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报告提到 美国及其盟友计划到2030年 投入使用250多架 能够在北极地区执行行动的先进多用途战机 此外 报告还指出 气候变化对美国国防部提出了新的挑战 报告写道 北极变暖的速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三倍以上 到2030年可能迎来第一个几乎不结冰的夏天 而随着北极冰层融化 人类活动增加将使发生事故误判的风险变得更大 西克斯还声称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如佩斯科夫23号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 对这一说法产生的状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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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这一说法产生的状况